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大陸的親密的鄰國 最近發生了變故 來看到是巴基斯坦的 國民議會10號凌晨的時候 通過了不信任的動議 總理了伊姆蘭汗被罷免了 這個不信任的動議 得到了議會174票的支持 超過了議會議員的半數 也就是172票 而且這個動議得到了通過 只是在背後難道有美國或西方 設立介入嗎 引發了討論 您覺得西方有介入這一次的罷免案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請多留言以及按讚 這一次的所謂的罷免案 創了兩個記錄 第一個是怎麼樣 是伊姆蘭汗 成為巴基斯坦 歷史上首位 遭到議會罷免的總理 第二個來看到 沒有任何一位巴基斯坦的總理 順利能夠完成五年的執政時期 但是不管誰執政 各界關心的就是中巴關係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趙立堅表示 中國大陸有注意到 巴基斯坦的政局 發生了一些變化沒有錯 作為巴基斯坦臨近的國家 跟鐵桿的朋友 真誠的希望巴基斯坦各派保持團結 共同維護國家穩定的發展大局 但是無論巴基斯坦政局如何變化 中國大陸將會毫不動搖的堅持對巴的友好政策 相信巴基斯坦政局的變化不會影響到中巴關係的大局 其實過去的一個月可以說毫無疑問 是巴基斯坦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個月 來看到就是伊姆蘭漢 他是巴基斯坦歷史上最著名的總理之一了 他出生於是富貴的富裕家庭 畢業於什麼呢 畢業於牛津大學 是一個超級的體育明星 1992年的時候伊姆蘭漢呢 他帶領的是巴基斯坦的國家板球隊 捧回了世界盃 他因此呢被視為是巴基斯坦的民族英雄 1996年的時候來看到他四月呢 他就對於一些 像是那個官僚主義啦 腐敗啊很盛行 而且感到失望 伊姆蘭漢他因此就成立了巴基斯坦 正義運動黨而且出任了黨主席 2018年的時候來看到呢 正義民主黨呢 力壓兩大的傳統派別 那贏得了大選 伊姆蘭漢就出任的是巴基斯坦的總理 對於這個明星的總理來說 巴基斯坦人的確給他寄予厚望 希望能夠打擊貪腐啦 提升經濟 但是過去四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呢 國際形勢重大的變化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重創了巴基斯坦的經濟 大陸呢 政論微信公眾號呢 牛坦琴他也分析說 西方啊不乏背後插刀嗎 俄烏衝突更是讓全球化 進入到至暗的時刻 持續的高通膨的問題 讓巴基斯坦民眾呢 其實是怨聲載道的 而且國內呢 政治鬥爭也是不斷 反對派啊 不斷的進行杯葛 國外呢 則是有西方壓力接踵而來 美國是指責什麼呢 指責伊姆蘭漢 你太偏重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了 尤其是讓西方不滿的是什麼呢 2月24號的時候 不是呢 俄烏有爆發衝突嗎 當下伊姆蘭漢就到莫斯科 跟普丁總統來會談 3月28號的時候 反對黨呢 其實就以政治治理 無能太糟糕等理由 提出了對於伊姆蘭漢的 不信任的動議 八國的議會呢 總共有342票 不信任案需要呢 172票就能夠通過 反對黨他其實擁有的是多少 擁有的是162席 執政黨聯盟則是有179票 但是呢 有不少議員出現倒戈 3月27號的時候 來看到的是伊姆蘭漢啊 在一場講話當中 拿出了一份密信 說自己呢 有可信的證據表明 一場呢 國際陰謀正在醞釀 某外國勢力 透過的是資助國內的人士 試圖推翻他的執政 根據報導 這一封密信呢 是由八國駐某國大使 所發出來的 其中包含了大使館的官員 以及呢 該國官員的對話記錄 信中有特別說呢 該外國的高級官員暗示 如果呢 伊姆蘭漢下台的話 兩國的關係就會受到改善 3月31號的時候呢 伊姆蘭漢就向全國發表電視的演講 他在演講當中再次提到了這封信 說呢 這封信不僅僅是針對自己 更是針對我們的國家 他還似乎刻意的怎麼樣 還是無意的說溜了嘴 說這個是來自美國的信息 不 不是美國喔 我的意思是來自某個其他的國家 對此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當天就有回應說 根本就沒有這些事實的根據 不過呢 伊姆蘭漢還有執政黨 隨後也多次在公開場合 將反對派提出了不幸認案的動議 叫做是進口政府的方案 指責八國遭受到了美國操控嗎 當地時間其實10號的時候 巴基斯坦呢 有很多的城市就像這樣子進行的集會 上萬人有上的街頭 抗議呢 就是說伊姆蘭漢啊 他遭到了罷免 那抗議活動是由巴基斯坦的正義運動黨 帶頭發起的 社交平台上面的畫面 可以看到 燈火通明的街道上呢 人們是怎麼樣 手拿著手電筒啊 揮舞了國旗 而且呢唱歌 期間就大喊的是伊姆蘭漢的名字 那伊姆蘭漢呢 在社交媒體平台 他有發文說 歷史上從來沒有如此大規模 而且自發的抗議活動 人們拒絕由騙子領導的外來政府 伊姆蘭漢10號也重申 他下台背後有境外勢力美國的干涉 而且把他稱叫做政權更迭的行動 當然美國是有否認的 他說呢 巴基斯坦是在1947年成立獨立國家 但是呢 反外國政權更迭陰謀的自由鬥爭 今天再度開始了 一直都是這個國家的人民 在保衛國家的主權跟民主 他還在推特上發布了民眾抗議的視頻 而且寫到說 在巴基斯坦的歷史上 從來沒有那麼多的人 自發的反對 由騙子領導的進口政府 伊姆蘭漢感謝所有巴基斯坦人 感謝他們反對美國主導的政權更迭 其實前立委雷倩就有分析 為何呢 巴鐵可能會認為說是遭到了西方顛覆呢 為何啊 又跟印度在俄羅斯跟烏克蘭衝突當中 不譴責俄國打臉了拜登有關嗎 來聽聽看憲姐的精闢分析 難怪巴基斯坦人會覺得是有外國勢力介入 因為無論是這一次忽然之間產生的暴動 和馬上立刻就產生了不信任投票 跟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呢 都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發生 而這個時間呢 正是巴基斯坦去參加了在安徽屯西的那個重要會議之後 大家知道安徽屯西那邊最後的那個最重要的會議呢 是包含了阿富汗 俄國 伊朗 這些非常重要的國家 再來都是跟俄國非常非常接近的 塔吉克 苦兔曼 烏茲別克這些 唯一的一個不是在他們那個主要聯盟中間 你時常會見到的國家就是巴基斯坦 所以我覺得巴基斯坦的動盪有兩個 對於美國戰略戰術上面的 重要性 我現在說如果對美國而言 就是第一 印度最近的表現 連拜登總統都覺得不太滿意 那麼印度北邊是巴基斯坦 南邊是斯里蘭卡 這兩個地方如果發生了任何的動亂的話 那自然印度就會更多的時間 去用內捲的方式去注意它的內部事物 以及它南北兩境的鄰國發生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兩境都跟它有 各種不同的糾紛 像南邊主要是宗教 種族 北邊的話還有領土 也有宗教跟種族 所以說這南北兩邊就是印度的軟肋 如果說巴基斯坦跟斯里蘭卡 都發生問題的話 印度就會花更多的時間去看它的內部事物 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對於這個繼續去強力的主導一個 美國所主導的秩序 或者是它的戰略來講是有好處的 聽得不過癮對不對 週日國際職業對決 歡迎大家來補課 來看到大陸的政論微信公號牛彈琴 他也特別表示說 對於巴基斯坦的不滿 其實美國幾乎是不用掩飾的 動用各種力量將不滿力量趕下台嗎 這也是美國經常做的事情嗎 所以伊姆蘭漢其實才會格外的憤怒 他說巴基斯坦一直在幫助美國反恐 但是八方做出了太多犧牲 得到的承諾回報卻是太少了 他在3月28號的演講當中就質疑 有人因為我們的付出 說過謝謝你巴基斯坦嗎 至於他訪問莫斯科有問題嗎 伊姆蘭漢說像是歐洲領導人 你自己也去了俄羅斯啊 那為什麼只有巴基斯坦去被質問說 你為什麼去呢 彷彿我們是他們的仆人一樣嗎 至於各界也很好奇說 八國政局的動盪會影響中巴關係嗎 牛彈琴分析說肯定是不會的 不然巴基斯坦也不會被叫做什麼呢 不會被叫做巴鐵了 尤其來看到反對黨領袖 夏巴茲謝里夫 就是他他即將要出任是新的總理 他就特別強調說 新政府上台之後 不會去沉迷於報復政治 我們不會採取不公正的行動 另外呢他也多次有說 跟中國大陸關係 他曾經表示說 中巴可以說是友誼 遠遠流長 而且呢雙方同心同德 親如一家 任何反對中巴經濟走廊的勢力呢 都是敵人 他講成這樣子 他表示說 八方十分的關注 在巴的華人安全的問題 把大陸公民的安全 放在比自己生命還要更重要的位置 中巴保持著密切的交往 在上個月的時候呢 王毅外長啊 其實有訪問到巴基斯坦 他也跟怎麼樣呢 他也跟伊姆蘭漢有特別對話 那王毅有說呢 巴中啊是鐵桿的友誼 不僅呢是兩國政府的決斷 更是兩國人民的選擇 巴中的合作為雙方呢 還有世界提供的正能量 而且呢 巴方對於雙邊關係 未來充滿了信心 當天呢 其實呢 巴基斯坦 怎麼樣 他的陸軍參謀長呢 來看到是巴捷瓦 也跟來王毅有進行會面了 那巴捷瓦呢 他通過這個通稿 我們看到 他是高度的評價 中巴的高水平戰略合作 順讚 而且支持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那王毅呢 則是說 特別提到的是 八國軍方為建構新時代 更加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 發揮了穩定器 還有壓倉石的作用 而且不久前在屯吸呢 其實王毅有告訴 來華的巴基斯坦的外長 庫雷希 其實他有談論說 無論哪國際風雲如何變化 中國大陸會持續 從戰略高度 而且長遠的角度 看待跟推動中巴的關係 一如既往呢支持八國維護 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 還有呢 民族的尊嚴 作為八國最可靠的夥伴 還有最堅強的後盾 最可靠的夥伴 而且後盾 可以看得出來這段話 就可以看得出來 雙邊關係 真的是蠻不錯的 說到了巴基斯坦的新總理呢 夏巴茲謝里夫 他是什麼樣的人物呢 他其實是巴基斯坦前總統 納瓦茲謝里夫 他的弟弟 他現年是70歲 那他被稱為是 因為他是他弟弟 叫小謝里夫 而且他在1997年 到2018年的期間 曾經三次擔任過 龐哲普省的首席部長 就被認為說 他的政治手腕 非常非常的鹹熟 行政能力也蠻強的 尤其是來看到 他抓基礎設施的設備 都是蠻厲害的 剛剛說到這個 龐哲普省是哪裡 在這個地方 他其實是巴基斯坦 第一大經濟 以及人口的大省 這個省很重要 人口大概是 1億人這麼多 而且GDP占了 巴基斯坦全國的 60%以上 這邊生產 全國的80%的糧食 75%的化肥 70%的糖 以及40%的水泥 半島電視台就特別說 小謝里夫 一向就是以所謂的 幹練果斷的形式 風格為名的 就被認為說 是一個怎麼樣呢 是一個好像是工作狂 路透社也有報導說 這樣的風格 在他當任 龐哲普省的首席部長 跟中國大陸 在所謂中巴經濟走廊項目上 開展合作時 就展現出來了 而且來看到 在小謝里夫 擔任首席部長期間 我們就來看到的是 龐哲普省跟中國大陸 在很多地方都有商業的往來 比如說在能源 交通 基礎設施跟產業合作等等 都有很多廣泛的開展合作 中巴經濟走廊 就這個圖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首個全面建成 投資早期的收穫重大的項目 其中來看到就是這一個 薩西瓦爾的燃煤電站 就是座落在龐哲普省這個地方 另外來看到 中國大陸有幾個蠻重要學者 他有分析 清華大學的國家戰略研究所的 研究部主任 前鋒就說 巴基斯坦在日益激烈的政治爭紛當中 近期的國內的政局變化的主要原因 當然就是巴基斯坦各個黨派的 對華友好 重點是 是穩定不變的政策 就是說不管怎麼變 雙邊穩定不變的 而且他也說中巴親密關係 為什麼能夠經歷風雨不變 就是因為無論從高層到民間 都有雄厚的政治基礎 還有廣泛的合作的利益 中巴關係依然會隨著時間發展 繼續向前 近期常駐在巴基斯坦開展研究的 上海外國與大學國際關係 跟公共事務學院的副研究員 汪段勇他也說 在當前國際局勢 還有中巴合作的大背景下 無論是哪個政黨 還有政治領導人執政 都不會對於中巴關係 產生太大的影響 這是可以確定的 那他也說 在小謝里夫的哥哥執政期間 對中國大陸也是十分友好的 中巴經濟合作 尤其是中巴經濟走廊的合作 也推進得非常非常的順利 前中柳西蘭大使借文吉他也分析 巴基斯坦為何會叫做巴鐵呢 就是不管是誰執政 跟中國大陸都是鐵桿兄弟 新的這個反對洋領教叫 他是Nara Sherif的弟弟 所以家族勢力很強 叫做軍方 Nara Sherif是軍方的 那曾經三度執政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Nara Sherif他過去跟中國大陸關係 他是有一個持續性 而且大概有朋友 跟過巴基斯坦人接觸過的話 那個巴基斯坦人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是一面倒向中國大陸的 這個巴鐵 不是他少數政治人物的政策 而是他在民間裡面 有非常強的支持的聲音 這個主要我想 就跟巴基斯坦建國以來 他幾次的戰爭 跟印度的戰爭 那時候中國大陸都 非常明確的幫助巴基斯坦 而且如果碰到軍方出來的人的話 那影響力更大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這個中國大陸跟 這個巴基斯坦的空軍的 很多主力戰鬥機 都是中國大陸提供 那麼而且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 合作了一款戰鬥機 那麼還對外銷售 所以這個關係是非常深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巴基斯坦有內部的政權更迭 可能影響到跟北京的關係 我想是不會太大的 那麼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一個關係 而且他有很強的民意基礎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以現在的 尤其以現在的局勢來看的話 巴基斯坦這個外交政策 尤其跟中國大陸這個鐵桿 就叫什麼巴鐵的關係 我是覺得不太會有什麼改變 其實說到了政權改變 澳大利亞總理 來看到莫里森 他十號的時候宣布 他已經徵得了澳總督的一個同意 也就是要在五月二十一號 舉行新一輪的聯邦議會的選舉 這意味著澳大利亞聯邦大選 正式開啟了 之後來看到這個聯邦議會 就會進行收會跟解散 政府進行了看守狀態 也就是不能在沒有跟反對黨 協商的狀況之下 做出重大的決策 最新的民調來看到就是 在野黨 工黨 以百分之五十四的支持度 領先了莫里森的聯合政府 百分之四十六 看起來莫里森要下台了嗎 莫里森現在又搬出了抗中牌 您覺得會成功嗎 我們也來聊天室一起聊聊 美聯社其實就有分析說 澳大利亞這次選舉 會圍繞在所謂的中國經濟脅迫 還有氣候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 在此相關的議題 那之前的時候 莫里森還有他政府官員 花了好多力氣 在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 要證明只有他的政黨 才能夠保護 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 不過幾乎所有民調都顯示 莫里森此舉都沒有奏效 被踢到鐵板了 他政黨在各個民調當中 都是落後於反對黨的 而且當然這當然還是 還是沒有一個定數 因為莫里森領導的執政聯盟 曾經也在二零一九年的選舉當中 在民調落後的狀況之下 取得了險勝 今年他還能複製這個慎選模式 引發大家好奇 尤其來看到他們這次的議會 來看到總計是有151個選區 要選151個議員 但是民調看起來 蘭莫里森 民調不是太好 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